第一題不需要介質就能傳遞的坡 稱為下列合者 需要介質來傳播的坡 我們叫做力學坡 那不需要介質就叫做非力學坡 有老師會叫他電磁坡 不過我們在這裡我們就選擇答案株 非力學坡就可以了 不需要介質就能傳遞的坡 稱為非力學坡